草屯南开科技大学在餐饮管理系和创意烘焙社发起下 举办江炳屋点灯活动 除了邀请高中职学生参加江炳屋装置竞赛 也邀请乐宁中心长者和幼儿园小朋友同乐 感受夕阳圣诞节欢乐气氛 会中也将活动节育款捐赠给弱势族群 用爱的力量温暖寒冬中的每一双手 由南开科技大学学生主动发起的江炳屋点灯活动 在副校长许冲新的主持下顺利完成 由50多位学生运用500多块的饼干 所组成的大型江炳屋呈现在众人眼前 另外校方也邀请高中职以及大专院校学生组队 进行江炳屋装置竞赛 让具有烘焙以及餐饮相关经验的学生相互交流 现场也充满了浓浓的圣诞节气氛 我们选择就是 就是那个 就是雪桥 然后陪上那个什么就是 那个米露 然后就是上面就有圣诞老公公 然后圣诞老公公可以放大 然后来呈现就是圣诞点的氛围 然后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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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利用圣诞虹来做雪桥 然后就是 呃 来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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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 就是 滑热的那种圣诞滑热的感觉 那我们这次是 因为我们两个是高山的学姐 那我们希望就是 带着我们的学妹们一起参加竞赛 让他们有比赛的经验 然后也让他们学习到 艺术面包需要 呃 用什么方式去制作 然后一起来参加这次的比赛 对 那就是 借我们就是高山一定要毕业了 那就是 希望我们把我们的技术 就是留给学妹他们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每个选手都非常希望能够达到竞赛竞美 所以在一些小的地方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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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看的时候 觉得 欸其实 是瑕不掩瑜的地方 他们其实都很希望自己 能够在下一次有机会的时候 能够再做一个补墙 所以我觉得 选手们对自己的取许很高 那在非常呃 一个短的时间里面 就是三个礼拜的时间 他们不断的尝试做 然后失败 然后再做 才能够完成今天大家看到的作品 随着12月份的到来 圣诞节的气氛越来越浓厚 校方也藉由活动 邀请南开勒林学习中心的长辈 以及小朋友一起同乐 而恰巧 来自台南社区的勒林学员 也到校观摩 带来了精彩的舞蹈表演 那我是觉得说 非常感恩就是有这样一个机会 带我们的那个义工 然后到我们南开科技大学来 跟大家一起做交流 他那个薛老师说 他要请我们的那个勒林的 千岁团来表演 那我们说我们也不晓得要送什么给你们 所以我们把七股的黑皮天使就带过来 将圣诞节应景的姜饼屋 加入学生的多元创意 南开科技大学餐饮管理学系 以及创意烘焙社的学生 透过圣诞节举办活动 传送爱的力量 并捐出活动节余款 帮助需要关怀的弱势族群 在上个礼拜我们有举办那个同序DIY 就是邀请一些老师或学生 带了自己的家人来做小鞋姜饼屋 然后所有的这个姜饼屋的费用 我们集职起来 然后去做一个爱心捐赠的活动 所以我们想说举办一个活动 让大家有感觉到圣诞节这个节日 然后比较暖心 这群学生除了发挥餐饮 以及烘焙方面的专长 同时经由爱心捐赠 关怀弱势族群 他们愿意付出的优秀表现 让圣诞节更具有意义 二郎八 三郎八 学生大学 学生大学 学生大学